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小孩子算是蠻乖的 而且比較純一點 比較沒有一些心機 算是一個心腸還不錯的人 爺爺受姊姊很多的脾氣 我還記得就是他第一天來我們家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他比較靦腆 不太會講話 可能是因為第一次見女方的家長 覺得他很忠厚很老實 很乖的小孩 我很放心把利益交給他 就是有情人忠誠 有情人忠誠眷屬 早上櫃子 終於弟弟要加出去了